刚刚进入秋季 我们现在养花买种球 要买啥 买香雪兰 为什么呢 现在香雪兰的种球刚刚开始销售 它的球大部分都比较大 去买能够买到大球 如果您后期买 要么它的球牙子长得很长了 要么它的球长得比较小 影响后期开花 开出花也不好看 甚至不开花 所以说现在呢 你去买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之前种的那些 跑出来的时候给大家看了 我就在架子上放着 现在架子上放的那些都开始冒芽了 而且底部的根盘也开始长根了 我就扔在那 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也没管它 非常的好眼 一颗能够变多颗 年年都能够栽种 如果说您没种了 然后想去买多颜色的 现在去买就行了 我这些是刚刚到货的啊 种球都是比较大的 价格也比较便宜 现在收到以后呢 它的牙子是没有长出来的 根也没有长 我们直接栽种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合适 我们只需要找一个合适的花盆 在底部加上土壤 然后呢 将它种球的外表皮 全部包干净 一点也不要留啊 然后呢 露出里边的肉 然后将它均匀的 摆放到里边就行了 这样摆放好了以后呢 直接覆盖土壤两三厘米啊 如果说您的花盆比较深 可以覆盖五厘米左右 直接盖上土 浇透水 放到一个见光的位置 它就会快速出年 一般在冬季啊 就能够开出花来啊 如果说您冬季温度低的话 到春天也能够开花 喜欢的话可以入手一下啊